台立法机构下周议程出炉 国民党主公民生议题 将锁定苏丹红辣椒粉事件 开放印度劳工 健保药价调整 以及电价调涨等主要战场 邀请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主管 进行报告 在年后 台行政机构与台立法机构 达成最大共识 未来以民生议题优先 搁置争议法案 为慎重起见 仍抽烟送第三方公正检验单位检验 检验结果出炉 确认检出苏丹社数3号 该市民厂已通知 下游42家业者进行下架回收 在下周召开的台立法机构会议中 将针对近来流窜全台 造成人心惶惶的苏丹红辣椒粉事件 以及健保药价调整 药厂停产慢性病用药等议题 邀请台卫福部门主管薛瑞源 及台健保单位官员 进行撰案报告并被质询 另一方面 针对开放印度劳工 对台湾劳工就业市场的冲击 以及相关人数和时程等引发民众热议的政策 也将邀请台劳动部门 台外事部门 台卫福部门 台内务部门等相关官员进行报告 物价我们估计是上修为1.85 这个1.85并没有包括电价 因为电价到底要不要调 以及调的幅度是多少 我们并没有在里面 所以如果电价上升的话 这个1.85也许会再上升 此外台经济部门将在3月召开 电价费率审议会 讨论4月起调涨电价 以改善台电财务危机 台媒近来频频报道 电价纯纯欲动 甚至传出可能一口气涨25% 如果今年确定调涨 势必带动另一波物价调整 将明显冲击消费者物价指数 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电价问题 下周台立法机构 也排电邀请台经济部门主管 王美花率台电董事长曾文生 就电价调涨对产业民生等冲击 也拟配套措施进行报告 并被质询